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三千人冲进草场 破坏隔离栅栏 暴力冲突一触即发 这个不是帐篷吗 帐篷堆到这个帐篷杆子 你看那个钢管嘛 那个拿出来就是武器 对不对 因为那个砸的 头衔砸了这个帐篷尖烧的 烧的时候说是交了气烧的 不止帐篷被烧毁 管理员的汽车也被砸烂 起因全是这些一粒粒的黑枸杞 价格最高可贵到一斤三四千元人民币 相当于接近两万台币 引起民众抢摘 民众夜间骑摩托车 倒挖野生黑枸杞 疯狂洗劫案例层出不穷 草地的城堡上拉起红布条 禁止乱彩 依然无法避免抢夺风气 而黑枸杞之所以价格飙涨 是因为野生的黑枸杞产量少 加上食用价值高 有调理保健的功效 有草原软黄金支撑 但引起抢夺甚至流血暴动 实在太夸张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兰兰